好,有请尹佳老师 谢谢 亲爱的马来西亚所有的家人 大家晚上好 感恩你们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成长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 那就是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面 这个我们也七年我们也遇到过 就是这个智慧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当我关了几个月以后 然后能到大自然去走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所以大家现在目前的情境 我也很能理解 那我们大家万众一心 我们一起共同来抗战疫情 我们一定能赢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全世界 其实都是一家人 我们跟马来西亚所有的家人 也都是一家人 当中国面对武汉疫情的时候 你看马来西亚 沙巴州政府在周首府哥达 基纳巴克家大厦 举行了关爱中华大型筹款晚会 也是为中国目监了很多 那这一次马来西亚的疫情 我们4月18日 也是中国赴马来西亚抗疫 医疗专家组 也是从广州启程 那这也是哪里有难 然后就有哪里支持 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 那也是感恩所有站在第一线 默默付出的医务人员 也感恩所有在疫情期间 默默支持付出的爱心人士 我们感恩你们 谢谢这些默默付出的人 也谢谢我们很多没讲到的 包括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各个单位 包括我们 我们在家里不出去 也是在奉献 也是在支持这次的疫情 所以我们一起来 不用害怕 我们一定会走出来的 那好 晚上我跟大家主要分享的一个就是 为什么要学习道德经 那学习道德经 带给我哪些改变 那怎样学习道德经 如何把道德经的智慧 应用在生活当中 好我们现在来看 为什么要学习道德经 你是为了灵力 还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 为了让家人和谐 或者亲子和谐 夫妻和谐 还是为了增长智慧 懂得处理好人际关系 还是为了处理苦海 让自己快乐 懂得爱自己 还是为了了悟以作真理 生命实相 了解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道与我们生命有何密切关系 宇宙的运转法则是什么呢 生从哪里来 死往何处去 生命的究竟归处在哪里 等等 你是为了什么而来学习道德经 非常的重要 你如果为了名利 你会很容易走弯路 如果你是为了了解生命实相 了解宇宙真理 这样的方向就对了 那包括我们为了家庭和谐 为了增长智慧 为了处理苦海 这些方向都对 所以为什么来学道德经 如果你是为了得到尊重 为了得到名利 你在走的过程就很容易跑偏 那如果不是 你就不容易跑偏 所以为了学习道德经 你为什么来学习 非常的重要 这关系到你 容易跑偏的问题 那我只是挤了几个例子 还有很多 每个人的 为什么来学习的目的 有很多种 我只是挤了几个 那我挤了我自己 挤了我自己 我是原本就是我做生意 做图书的 文记图书 我做了十年的生意 然后我发现 当我房子有了 然后家庭也还可以 什么都有的时候 但我觉得 我的内心 总是感觉 还切了什么 我觉得家庭还可以啊 那钱也有了啊 房子也有了啊 那我为什么 我的内心 感觉还是 切了什么 还是空落落的 然后 然后 我一直在找寻着什么 那后来的一个机会 我就 搬到 我原来在一个小镇做生意 搬到城里面 我先生叫我继续做生意 我说我不想做了 我说觉得 这不是我要 走的生命 我觉得 如果人活成这样 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 我很迷茫 我就不知道 我到底 我的内心切什么 我也不清楚 我是切什么 那后来 遇到了郭老师 遇到了道德经 我才知道 原来 我是在 一直在找 找寻心灵的家 找寻我们的天地父母 找寻我们的道妈妈 到底在哪里 当我学习到道德经 我才知道 我真正在找寻的是什么 那我学习道德经后 带给我哪些改编呢 我学习之前 跟学习之后 有哪些改变呢 我学习之前 我是看不到 先生身上的优点 经常看不惯先生 总是想改变 主宰先生 不尊重 不够尊重 先生 也不懂得什么叫 柔软 处下 也不懂得 你人的一种撒娇 或者是夸先生 这些对我来讲 都是短板 我都不会 我记得我先生 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 你能不能夸夸我 我说 我从上到下 我怎么从你身上 我看不到任何优点呢 我很想夸你啊 但是我看不到啊 那后来 学习了道德经之后 我发现 我怎么从先生身上 看到很多的优点 以前我认为的七点 突然都变成了优点 我以前觉得他 很多看不惯的 我现在也很少 有看不惯他 以前很想改变他 想主宰他 现在不想改变他 主宰他 也懂得尊重先生了 也开始懂得 柔软 处下 偶尔也会傻傻娇 也会经常夸先生 那这个过程 也不是说 很容易 一下子就做到 而是慢慢的 你透过文师 透过学习 你发现很多的观念 是有问题的 很多的 很多错误的认知 透过学习 你就会发现 哎 有那些错误的认知 不知不觉中 哎 从看不惯 变成看得惯 从没有发现优点 到发现优点 当我看了《道德经》以后 我发现 我以前总是嫌弃我先生 半吞吞的 然后他很静 我很动 我很急躁 他很静 然后写了半天 我发现 原来我要向他学习 他非常的柔软 也非常的处像 但是我是很强势的 所以我发现 原来我看不惯他的部分 往往都是我要学习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哎 就不知不觉 我自己也在转变 然后先生 我发现先生也在转变 我越夸他 他就对我越好 他也愿意帮我做很多事 以前请他帮忙做事 他都是不愿意的 哎 当我越夸他 他就做得越多 所以在无形中 我们夫妻关系 就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现在的关系 就比我们结婚的时候 好好几倍 比我们初恋的时候 好好几倍 所以这种过程 就是学习给我带来好处 然后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 以前我跟我先生讲话 我都是命令式的口气 我现在 我会变成邀请 以前我说 你要去做什么 你要去做什么 就是那种命令式的口气 那我现在我会说 哎 你能不能帮帮我 哎 你能帮我什么吗 哎 那就不一样 我用邀请的 他就很愿意做 我用命令式的口气 他就很不舒服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要从 从中去看到 就是我们那种主宰 想改变对方 自己痛苦 别人也痛苦 当我们不过尊重先生的时候 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苦 他也很生气 我也很生气 我以前总是不够尊重先生 几例 比如说有客人来我家里 我会说 哎 你载他回去 太晚了 你载他回去 我不会问我先生 你能不能 你累不累 你能不能载他回去 我要先问他一下 再去 再跟客人讲 不是的 我以前总是先命令式的 说你载他回去 也不够尊重 有时候他其实很累 但是被我这样一讲 不气 再也不行 去再他又很累 所以后来我就改变 我会先尊重他 你能不能啊 不行 那我就不说 那如果可以 那我才会跟客人讲 那请我先生帮你 带你回去 那这样 我们两个人的冲突 就会越来越少 还有一个就是 作为你们 哦哦傻傻娇 哦哦多夸先生 那先生也会 越来 越往我们夸的那一方面 就会迈进 你想改变它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越夸他 他会变得更好 这一点 因为我先生 他以前是 他是那个最小的孩子 所以他什么事都不会干 那我是老大 我什么事都会干 所以我总是经常嫌弃他 嫌弃他做得不好 所以他就 那我不好你不干 我就不干了 那后来我越夸他 哇你这个做得很好很不错 你做得很好很不错 他就慢慢的 越做就越好 越做越好 以前他从来不下厨房了 他现在下厨房 煮饭啊洗衣碗啊擦桌子啊 擦得都非常的干净 所以你越夸他 他就做得越好 所以这也是分享我一点点的心得 还有关于亲自关系 我学习之前啊 无法和女儿竟然说 无法和女儿交心 彼此之间有隔阂 总是担忧 主宰 掌控 操心女儿 怕她跌倒 怕她受苦 怕她吃苦 那也经常看不惯女儿 总是想改变她 所以 我女儿 我一张嘴 她经常说 你闭嘴你别说了 她知道我又想改变她 我又想主宰她 那学习之后 母女这能人交心的 无话不谈 然后 我以前不信任女儿 我现在 我就觉得 女儿是 道妈妈的孩子 那我信任道妈妈 也信任女儿 我把女儿交托给道妈妈 因为女儿也是 道妈妈的孩子 道妈妈不操心 那我为什么要操心呢 所以我就不再担忧 你会发现 一旦你担忧孩子 你就会把这个担忧 变成主宰 掌控 操心她 所以我现在让她去经历 风霜雨雪的洗涤 你看我们旁边的小树鸟也好 我们的稻骨也好 都是要经历过风霜雨雪的洗涤 才有办法长成参天大树 那个果实也才能饱满 所以不经历过风霜雨雪的磨练 你这个孩子是无法成为国家动娘的 所以放手吧 让我们的孩子去经验 去体验生命的多种奇迹 不要阻碍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延返成长 所以我现在也是多尊重女儿的选择 不想再改变她什么 但是当观点不同的时候 我会提出我的看法和建议 供她参考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系都非常好 我以前没学习之前 我女儿经常讲我说母夜叉 那现在她说我变成了一个好妈妈 所以透过我透过学习 我现在跟她之间真的是非常的棒 也非常的好 所以学习之前跟学习之后的我是变了很多 所以现在我的孩子也会像这两个孩子一样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她现在也是非常的喜悦 她说妈妈 我现在很快乐 很开心 她现在是一个小学的语文老师 她说我想把这幅开心与喜悦 带到我的课堂 让我们的课堂里面的孩子 是用开心的学习 快乐的学习 而不是把读书读得很苦 所以我说很好 她说我要把这种喜悦 分享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我说非常的棒 所以她现在教学也教得非常的开心 她说妈妈 我现在每一堂课都是一种享受 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为她感觉到很喜悦 那这是我在夫妻之间 跟亲子之间的之间的改变 那我个人的一些改变 就是学习之前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家在哪里 不知道生从哪里来 死往何出去 不知道宇宙的运转法则是什么 但是我现在我知道 我是谁 我是道妈妈的孩子 我是道德华生 我现在知道我的家在哪里 我一直在道妈妈的怀抱里 我也知道生从哪里来 死往何出去 我也知道宇宙的运转法则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也会很开心 很快乐 那我没学习之前 我总觉得自己很不错 没啥缺点 很慈悲 这是学习之前 学习之后 我发现 我自己有很多缺点 我自己有很多问题 以前自己有很多的担忧 操心 主宰意 意识时 想改变别人 恶言对立 背道而词 自己却不知道 也不觉得自己有啥问题 但是 我现在 放下 担忧 操心 主宰 掌控 不想去改变别人 也能看到自己如何在制造恶言对立 如何在背道而词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 我婆婆是 我公公往生以后 我孩子五岁了 我就把她接到我身边 那接到我身边 因为她是农村来的 我自己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我就跟她讲 来来来 你坐下来 我把你头发剪一下 然后我就自己给她 剪了一个比较时尚的头发 然后 自己买了一些布料 直接 也没有带她去看这个布料她喜欢吗 这个颜色她喜欢吗 没有 就自己买来 自己给她做了两套衣服 然后给她换上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爱我婆婆的 我是关心我婆婆的 我看不到我没有尊重婆婆 也看不到我有主宰婆婆 但是透过学习以后我就看到了 我这爱里面是有主宰意的 有按照我的意识 根本没有尊重她 然后把它改变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我侄子过来 一直找她 我婆婆在她前面炒菜 因为她是背对着她 她就说 我奶奶呢 我奶奶呢 我说你奶奶就在你前面吗 她认不出来了 所以我把它改变得 跟以前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 那我觉得爱她 其实 我完全没有尊重她 也没有问她能不能适应 我只是按照我的意识 来把我婆婆变得漂亮 所以这种爱隐藏着主宰 不尊重 但是以前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现在可以看到 所以我现在帮她买衣服 什么 我都要尊重她 你觉得这个可以吗 如果可以我帮你买 就不像以前了 按照自己的意识 就给她买下来了 还有以前就是自己很自卑 不接纳自己 因为我皮肤很黑 所以我不接纳自己 嫌弃自己 总是觉得 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 不喜欢自己 也觉得自己很孤独 不被爱 那我现在把自卑变成自信 无条件地接纳自己 爱自己 看到孤独是幻结 深深被爱是实相 所以我现在不感觉到孤独 我感受到我每个当下 都被盗妈妈所呵护着 盗妈妈一直陪伴着我 爱着我 地水火风空 还有万物 花草树木 这些不同形象的兄弟姐妹 也在陪伴着我 爱着我 我看到了 孤独是一个幻结 不被爱是个幻结 深深被爱 才是一个实相 所以学习之前的我 跟学习之后的我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很自在 我现在在家 因为婆婆95岁 我天天照顾她 我感觉到很喜悦 我每天脱地也好 洗衣服也好 我都感觉到很喜悦 我不觉得累 我觉得整个生命的状态 觉得非常的棒 每天在大自然中去散步一下 我都能处处看到爱 享受着阳光一路的爱 享受着花草树木 无条件 无所求的爱 走到哪里 我都很喜悦 这就是我学习之后的一些改变 跟大家分享